基隆佛光山吉樂寺住持廟章法師 特地製正星雲大師著作的 《心經拳擊》395冊 給基隆市議會典藏 希望這套拳擊 能夠帶給每個人好的人生觀 星雲大師一生弘法的一個歷程 他用生命那麼來推動佛法 那麼也行佛能夠弘法立身 所以395冊的拳擊 都是他的智慧的一個累積 對眾生的一種慈悲還有智慧 所以我想能夠閱讀到 《心雲大師拳擊》的每一個人 他都能夠從裡面獲得很多的智慧法寶 對他的人生都會有光明的引導 還有正向的力量 所以希望每一個人都可以從這套拳擊裡面 那麼給自己有很好的人生觀 三好 四給五合 作為我們的生命的一個這樣的一個力量 在基隆市議員許瑞慈和吳華嘉陪同下 由基隆市議會議長童子偉親自代表收下 希望將既是無私付出的精神 透過市議會實踐在基隆市每個角落 感恩大師的功德 也感恩佛光人安定千萬 世民的心靈所託 祈願大師的善念 繼續度化眾生 祈願佛光人的精神永存 用善的循環讓台灣更好 一曲同工 政治工作如佛光人所言 要給人信心 給人希望 給人歡喜 給人方便 只會奉此信念 不忘初衷 這個是我筆記本裡面的書籤 謝謝 廟章法師表示 星雲大師一生來台紅髮將近80年 希望眾生安樂 不要有戰爭 因此將整套拳擊 製政給市議會 點藏在圖書室 讓更多人看 希望每個人都平安幸福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到